这是一起极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离弃凶杀案 这天一个小区居委会联合小学生家长组织了一场中秋节活动 可就在大家沉浸在孩子们天真的喜悦中时 居委会的主任兰姐突然喝着宴会的甜粥有些不对劲 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下一秒他就感到腹部剧痛病吐出了一口黑血 兰姐的儿子阿诚恰好是一名警察 他看到母亲吐血倒地立刻赶过来查看 而出于职业的敏感 阿诚也意识到肯定是有人在晚会的粥里投了毒 很快阿诚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负责急救的医生出来后告诉他 从毒物对比结果来看 他母亲所中的毒应该就是人们常用的老鼠药 不过由于毒药剂量太大 所以导致他母亲的器官已经出现了衰竭的迹象 目前还在努力抢救当中 另一边的警方胆道后很快封锁了现场 技术科也对所有的粥进行了检测 结果发现只有兰姐那晚被下了毒药 为了找出那个在晚会上下毒的人 警员们对参与者进行了一一询问 从他们口中得知 居委会的兰姐平时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今天这场晚会主要也是兰姐带头办的 刚开始她建议大家每家出50块钱 直接请活动策划的人来承办 可后来大家都不想出钱 于是兰姐就自己掏钱布置了晚会的现场 她只需要大家每家带点食物过来 而兰姐更是请自己的儿子阿诚和警员阿诗 来帮他们组织了晚会 案发的时候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他们为孩子们准备的表演上面 不过至于兰姐喝的那碗粥 有位名叫林秀琴的家长称 她看到是居委会的张淑梅为了表示道歉 刻意端给她的 因为兰姐之前安排她请一位魔术师 逗孩子们开心 可直到晚会开始 张淑梅才告诉兰姐说 魔术师嫌钱少来不了了 当时可能忙过头的兰姐有些生气 于是就训斥了张淑梅几句 而对方也表现得很不开心地离开了 奇怪的是后来 她竟然主动端了一碗粥递给兰姐 并希望兰姐不要因为这次工作的疏忽责怪她 紧接着兰姐喝完粥便吐血了 此时的张淑梅正打算离开 阿诗见状及时喊住了她 看着她眼神躲闪的样子 阿诗直接怀疑她就是那个下毒者 而女人一听连忙开始否认为自己辩解 可就在这时 一名警员带着一个小朋友走了过来 男孩称刚刚她也看到这个红衣服的阿姨 做了一件很恶心的事情 原来就在刚刚 张淑梅在给兰姐送粥的时候 恶狠狠地对着碗中吐了一口口水 面对男孩的指认 张淑梅百口莫辩 不过她只是承认了自己吐口水的事情 讨论晚会的事情的时候 兰姐曾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她很没面子 她认为每次她的工作都是最难做的 因此感觉兰姐好像在故意针对她一样 所以才假装道歉 在里面吐了口水尝试报复 阿诗听后打算先将其带回警局进行调查 但还没等他们离开 一个小朋友在从妈妈包里拿纸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瓶老鼠药 她的父母见状赶紧上前查看 这一下 所有的嫌疑都引到了他们的身上 将这对夫妻带到警局后 女人的丈夫不断向警方解释 他们的家住在六楼从来没有鼠患 也从未买过老鼠药 所以她认为是有人趁着节目表演的时候 偷偷将那个老鼠药放进了妻子的提包里 阿诗认为下毒这种事情 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恩怨 不过警方在检查那瓶老鼠药时 发现里面的药粉已经很潮湿 而且已经结块 这就说明这瓶老鼠药多半不是新买的 而警方在检查那个毒药瓶子的时候 也并未在上面发现 除了小朋友和他妈妈周立芬以外的指纹 是否是故意拿起药瓶进行的指纹覆盖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警方走访了小区的邻居 从与一位三楼的住户交谈中得知 这个小区只有一层或二层的住户 可能她会常备一些老鼠药 因为三楼以上基本就不会有老鼠了 不过要说附近鼠患最严重的地方 还是小区门口周立芬的理发店里 阿诗得到线索立刻来到了理发店调查 这里的美发师小曼刚好是她的朋友 而她在得知警方怀疑老板娘有投毒嫌疑后 直呼不可能 她称蓝姐不但经常来照顾立芬姐的生意 甚至有时候客人多了蓝姐还会帮忙洗头发 所以她认为立芬姐没有理由去下毒 而至于店里的老鼠 他们每隔两个月都会请专门除虫的机构过来 所以从来没有买过老鼠药一类的东西 就在二人谈话间 阿诗留意到理发店里坐着一位老婆婆 这一问才知道 原来之前她每次来理发周立芬都不收她的钱 而小曼因为只是员工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她只能让老婆婆的儿媳过来送钱 小曼话音刚落 老人的儿媳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 一见面就开始训斥老人每天进给她找些麻烦 阿诗仔细一看 原来是昨天在晚会上路口供的林秀琴 她在看到阿诗后开始好奇地询问蓝姐在医院的情况 阿诗告诉大家蓝姐已经抢救过来了 只不过医生说需要恢复很久才能醒过来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林秀琴听后就突然开始变得有些慌张 她替婆婆交了理发的钱准备离开 不过在走出门口的时候 阿则恰好碰到了老婆婆打了一个招呼 二人刚想多聊两句 不料林秀琴就着急忙慌地带着老人离开了 阿诗见状询问她与那个老婆婆是什么关系 阿则有些无奈地说道 三天前她在社区里巡逻的时候 突然碰到这个老婆婆喊着救命从三楼跑了下来 她说刚刚买菜回家好像听见家里进贼了 当时阿则立刻进去对屋子进行了检查 不过他们在屋子里并没有发现其他人 后来仔细一找才发现 原来老人家口中的一响竟是家里的老鼠弄的 阿诗一听疑惑三楼怎么会有老鼠呢 经常在理发店听家长里短的小曼告诉她 因为林秀琴的老公是个酒鬼 平时他们夫妻经常吵架又不打扫屋子 所以才搞得乱七八糟地引来了老鼠 不过他们这一说小曼倒是想起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林秀琴每次来洗头发时 都会有意无意地打听立芬姐的老公什么时候过来 阿诗想起昨晚晚会前他们见面时的场景 当时她就感觉林秀琴看周立芬老公的眼神有些奇怪 难不成这对男女之间有着什么隐秘的关系吗 为了验证这一点 阿诗立刻来到楼上找到了周立芬夫妇 起初她的丈夫吴强还不太愿意承认 阿诗见状直接提醒她 现在他们夫妻的嫌疑很大最好配合警方调查 男人思考片刻称 其实她和林秀琴是高中同学也是初恋 十年前林秀琴遇到了个有钱的富二代很快便变了心 后来她丈夫的父亲去世 家里的钱没过多久也被男人败光了 而她和妻子搬到这里后才知道林秀琴也住在这个小区 一旁的妻子显然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 她称难怪林秀琴经常对她有成见 原来是这个女人和自己老公之间还有这么一段关系 她记得有一次出去吃自助餐时 她拿出老公送给她的结婚周年的包包给大家看 当时她也没多想 只是以为大家都是朋友假装炫耀一下 可后来他们一起去拿菜回来后 她就发现自己的包包上被泼了很多酱料 由于那天有两个小朋友一直在旁边玩耍 大家都以为是孩子不懂事搞的恶作剧 现在看来多半是因为林秀琴故意那么做的 可纵使她是个心机很重的人 如果她真的就是凶手的话 那她对剧委会主任拦解下毒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由于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 阿师抽空来到医院看望阿诚的母亲 不料二人闲聊见阿诚说出一个重要的线索 她称中午她去楼下交钱时 护士告诉她刚刚有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 已经替她母亲交了两万块钱的医药费 而且她也询问了那名护士 对方说虽然看不清脸部 但她有留意到此人的拇指上贴着胶带 阿诗一听想起那个带婆婆离开的林秀琴 她记得昨晚在初次见面时就有留意到她的大拇指 可阿诚疑惑她为何要偷偷为母亲交钱呢 阿诗沉默片刻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阿则得到线索来到林秀琴的家门口 她谎称最近小偷有些频繁需要进行轮窗安全检查 而就在她路过卫生间的时候 阿则忽然留意到了架子上摆放的一瓶老鼠药 回到警局 警方立刻将这瓶药与网会上的药做了对比 结果确认他们完全相同而且都有结块的现象 晚上阿诗来到楼下找到了林秀琴 而她似乎也明白直接交代了真相 她称自己其实想杀的并非是兰姐而是周立芬 因为她现在有些后悔当初抛弃无强选择了那个富二代 如今她丈夫天天喝酒像个废人 而她每天为了鸡毛蒜皮需要照顾她的婆婆 她看着周立芬每天被无强宠得那么幸福 她很嫉妒她的生活 并认为无强原本应该是她的 于是便准备在周里下毒谋害周立芬 可偏偏当时有个孩子的妈妈找她有事情 等她再回去室内玩有毒的周已经被人给端走了 她意识到事情可能已经不受自己控制 于是心生一记趁大家看表演的时候 偷偷将毒药放进了周立芬的包里打算陷害她 而她看到兰姐中毒后心里一直很愧疚 所以才去医院交了医药费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